澳洲在這個禮拜連續的兩件悲劇 影響了很多澳洲人的心態 星期一當然就是在雪梨的人治歇齒 事後就有兩個人治死了 和歇齒的人治死了 所以死了三個人 在昨天還有一件更加悲悲的事出現 就是在一個貧窮屈居住的本地土住 一個媽媽 可能被告殺死了她自己的七個小孩 加另一個 總共有八個小孩死了 而這個媽媽現時受傷在醫院裡 不過警方已經拘捕了她 相信會控告她來謀殺這八個小孩 年紀由十八個月至十五歲 很明顯這個媽媽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八個小孩之中 是來自三個不同的爸爸 所以這次可以說在澳洲境內 我相信會有應該再對本地土住 那些人的心態和經濟狀況 我想應該做一些事情看看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 殺死自己的小孩當然不對 但是這一個悲劇背後的故事 可能更加複雜 所以現在未知 只知道有八個小孩死了 這八個小孩其中有七個是這個女人所生的 這個女人自己本身也中了刀傷 相信 就看看這個事件發生成怎樣 不是好東西這樣 OK 拜拜